來 時間過得好快 這幾年呢 我的生活上有很多的這個 大起大落 隨著很多事情的發生 不管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或者是到這個世界上 任何角落 都在影響著我的生活 也在影響著我的音樂 我覺得緣分很妙 五年前我記得第一次來到溫哥華 我不知道當時做的演出 大家有現場有沒有人在 我記得那一次的演出 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是因為好事 但是其實是因為我後來才發現 有一些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開始呢 受邀來這邊 接收到的這個訊息就是 我要來到溫哥華 做一個比較小的演出 大概是半小時到四十分鐘的演出 然後來到這裡才發現 唱完之後 原來來的觀眾朋友 是買著鄰居間的個人演唱會的票 來看我演唱會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哇 原來令大家失望 因為我唱了一下下就走了 那一天 那一次之後 其實 我人生中其實有了一個小小的疤痕 因為我做了那麼多年的演出 第一次遇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告訴自己 有一天我一定要回來 有一天我一定要回來 有一天我要回來 我一定會回來 五年後我回來了 一天 不可能是完美 不可能是完美 但是 我知的一件事 如果生日和你倒下 你不要再倒下 你能表達 你嘗試 狀態 為自己和所有人擁有的 所以我感謝你們 那天晚上有來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今天晚上還是來的 希望今天晚上不要讓你們失望 你們一直都在 一直都by my side 我希望我也可以永遠by your side 希望林俊傑繼續唱的每一天 你們都可以繼續聽 如果我唱到一千里以後 你們也要一起聽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